哈喽大家好 我是蜜紫荆 重庆就没有不好吃的火锅 你们看这个街道 我就知道我今天来吃的火锅稳了 这家开了近十年 主打的就是手工炒料的锅底 主要说的是重庆最麻的老火锅 这边巴子也是他们的 这个里面也是他们的 反正走到这里就是一股牛油的香味 我来的正是时候他们正在炒料 像这一锅的料能用多久 一间 能卖几锅这里 一百多多 这里面是放了哪些 我后这脸皮进来了 我的妈呀 你们看这个辣椒 不愧是最麻的火锅 看看这个花椒 煎好的肉油淋进去 边搅边下 一下都搬 哇 这个翻汤倒滚的感觉 这就是从前来的四五桌 这还有两个人一起搅 一个人搅不动 真的 你们能感受到 我作为重庆人 现在站在这里 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就是又香 又觉得很骄傲 我们重庆的美食 走向了国际 走向了全世界 这些太带心了 它要拔锅了拔锅了 拔锅了自己上手 炒这个步骤很关键 就是千万不要让那些料 拔锅对 千万不要分拨 观察料 骨盘秘方 肘打杆 肘板打杆 反复检查 温度也不能太高了哟 感觉把人家几十年的秘方 全部给记录上了 下次吧 还叫做 哇 哇 哇 嗯 好香啊 我的天 能吃上这一锅 线条的手工量 飞越两千公里也值了 真的很辛苦 你看这个锅 汗水 这个姐一直在这里搅拌 一直纯手工手动的搅拌 等会儿我必须要点个 重麻重辣的 才对得起来这一趟 你们知道我现在整个人的一个 氛围感受吗 这真的是在火锅澡堂里面 就是那个蒸汁呀 汤水呀 淋的玉呀 全是火锅的味道 连那个水都是火锅汤 这个味道真的 八几十年没有闻到过了 这很又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还要炒多久呀 就一直要搅拌 豆腐坏也是自己先担的 来看一下价格哈 这个菜单我会 特别的得心应手 其实我是不太爱吃租肝的人 但是他们家的租肝说的是巨狂 特别特别狂 然后有个超辣 是你的魔鬼干辣点 网评说的是 能吃的都不是一般人 他们家的菜单有个 脏脏脏嫩肉片 女叔叔瞎滑 这不就是我爸妈的姓吗 让我来试一下 重庆马肚天花板火锅 来过去嘚嘚嘚嘚嘚嘚火锅 不是 酸牙很汤 我的天好吃到爆 这牙齿的口感比这个冰粉的口感 都还要嫩如水 真的 要吃火锅底料好不好吃 还是那一块 这有点最便宜的蔬菜 豆芽缝里面的汁 都是牛油的香味 好吃 真的好吃 不愧是现炒手风底料 这锅底是真的 会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火锅 都会更苦 更香 我就吃了两口 现在整个嘴巴那种麻香 微微触电的感觉 一直留在口上 更脆 更香的水牛毛肚 龙苍鲜鹅肠 哇 深夜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从视觉上就让你辣的 重庆美食 我先来一片毛肚 尝一下这个变态辣 两面都沾上吧 抖一抖 抖一抖 这两天 嘴巴 童鱼 这两天 就一样 那你 去吧 哇 就像不太 我 多 杜鲜鹅 谁 那个 可以 这是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虾仁的蛋炒饭 它这蛋炒饭每一碗都是新鲜现炒的 18块钱 五人份 哎呀 不得心 不得心 我稍微吃点有温度的东西好痛 蛋炒饭好好吃 我不会这些视频就这样结色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 冰糖圆和蛋炒饭其实我想留到 最后再说的 冰糖圆跟冰粉 点冰糖圆好吃太多了 这个糖圆虽然是放在红糖冰下面的 但是运墨季节 像芸圆一样 冰粉的口感不行 感觉不是走错奔甩 哇 太辣了 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头皮发麻 对不起啊 大家 等我先吃两口饭吧 这种让我都吃的辣椒 我觉得全重庆买自整个川鱼 应该就只有他们家了 因为我之前在成都也吃过那个 印度魔鬼辣椒 没两个辣椒 这真的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我之前吃的什么辣里蛙呀 火鸡面呀 在他的威力下又有爆了 完全不是一个女州级别的 他们这个爆炸来了 一定要吃哦 典费的不说 你们有各种 葱 芹菜 萝卜 紫甘兰 耳菜 还有我爱的紫浆在里面 太香了这大条饭 米饭口感现在是比较干道的 命运分别还是吃香油啊 真的香 他们的火锅是那种 你嘴巴吃了很香 然后你整个鼻虾 闻得到的那种纯香 就是很正宗地道的一个味道 真的 纯手工 不停搅拌 炒出来的火锅香味 跟工厂批量出来 调出来的火锅底料 真的 差太多了 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就是细节那种 在你嘴巴里面的流香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吃一下 纯手工厂菜的火锅底料 然后一个发吃 毛肚饭卷 开店他们家免份泡餐跟我 学起来 毛肚盖起来 这样给他加起来 这个好让点 快乐起来 树干 荒萨 非得很 虾滑 看见他们家的辣椒 我真的怕了 麻辣牛肉 然后我关起来一下他们家 就是来吃的 年龄层 范围很广很大 不近居民本地人 年轻的 然后拖着行李箱来的 他们家 猪干这个分量 一片给人家三片 三片给人家一份 好吃 不许 这种紧实嫩的 一点都不粉 这种果果店 这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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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三个小时多 对都不会有产品 真的 续心各的供应各的太好了 一点都不想再吃内脏的口感 这个猪干真的黑浩子 我不吃猪干的人 我都觉得他好优秀 这种麻辣牛肉 应该不是用的魔鬼了 好不好 真的 比较香辣的辣椒面 牛肉也很嫩 肉压煮到这个状态 配这个蛋炒饭吃真的 什么神仙日子 我来一丢丢拌饭吃 再来点泡菜 我应该烫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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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就是我第一次犯太多了 哎呦 还是有点痛 威力还是大的 我还是不加了 它会让你辣到整个人很通透 炭炒饭里面加柠檬汁 我要吃头一次 比较清爽解腻 但是我觉得加柠檬汁 香得正弱了 我再次感受到了 这个阴汁魔鬼辣椒面 它是一斤一斤 都会让你辣到头痛 我的血旺拌饭 你们试过没有 我已经从两年前教你们了 血旺 脸碎了 拌这个蛋炒饭 哦 太香了 太好吃了 太保证了 这家火锅店 我还以为像这种火锅店 门口现场炒料 只是做个形式 真的很香 很好吃这个锅店 不是 每一家从前后 都认识到脸中没导容 好吃 能吃到的很鲜美的 虾肉断在哪里 火锅底里的萝卜 和饭饭吃 萨鱼其实我最开始没演的 后来我看到其他个 哇 那种很重的一个很鲜货的品质 大块又很鲜货 豆花来了 是这种豆花 但我们重新火锅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 但我还是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 有时间有机会 一定要 到28几年来重新体验一次 尤其是像这种 重连老店 手工鲜桃火锅 我这个重新人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骄傲 好鲜 我点的是一个特麻特辣的锅底 但是 它前面一半更多的是 麻香的一个风味 到了 中段 后半段 煮到越久 出点感就越强 他们家是重新对 对 对对麻的火锅 看它是麻的不骨 他们那个花椒 好像不是直接下油过去炒的底下 那个花椒是单独 离热油 他们家那个炒底下的时候 火候呀 时间呀 食材都控制得很好 一直在翻炒 一直在翻炒 一个多小时手工炒热炒到火锅底下 我觉得我今天吃的不是火锅底下 真的是心血 真的是那种酱心营造出来的感觉 这豆花 这豆花 怎么吃 包饿豆花吧 这些美食真的就是 刚才八斤的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但是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升级改变 首先还有一个道美食 叫豆腐烂 豆腐烂三大分两天 小秀经常吃那种 鞭蛋 我们的豆花既不是甜 也不是甜 什么辣红味 真问大家胖不胖 我来点我这个鸡雕碟 相比起压节来说更粉嫩 干啥的粉是不会湿口水的粉 如果上次有人问我 我吃过最辣的东西是什么 是这家店的干辣脸 今天真的是我 你被辣红了吗 还是这个光个原因 我今天有一半的味容量 不是解辣用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我的视频 这家火锅真的值得冲